真的很想試一下帶胸罩的感覺是什麼 如果是作為女人的話 生的孩子一定是自己的 我想說的事情就是非常大膽地去嘗試一切可能的自食 我覺得下半身流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特別是你在外面什麼都不能吃 我不能吃熱的不能吃冷的不能吃辣的 還有就是說在商場的時候血染商場 就一屁股坐下去就一凳子血 那個感覺我真的覺得很可怕 最必要的就是知道姨媽精這個東西 日用夜用什麼護翼到底是有什麼區別 如果看到我自己的就變成女性以後的胸部 我一定能夠體會 所有女生曾經跟我講過的那種痛苦 比如說平胸女生覺得自己很平 然後胸部很大的女生覺得自己很麻煩 然後胸型很好的女生會很驕傲這件事情 而且我覺得我會 我會不由自主地抖一抖 因為我覺得很像是一個 離開主區幹之外的一個部分 雖然我可以想像 簡單地說是兩團肉球 可是我覺得在自己的身上是完全不一樣的應該 我會好奇最好奇的是 我是女人的身體我也會長夜毛 為什麼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審美的標準說 是女孩子就一定要有光滑的身體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性別歧視的事情 所以我想當我擁有一具女人的身體的時候 我會嘗試著去保留她 然後感受一下到底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環境裡面是怎樣的一個態度 變成女孩子其實真的是蠻恐怖的一件事情 男人沒有好東西 他們每次找你搭訕或者說是在跟你聊天的時候 絕大多數的體貼和關懷都是為了兩個字要準備的 做愛 對就是為了跟你做愛 想體驗一下孩子怎麼誕生的 然後懷孕期間是怎麼看著自己肚子一點點變大的 因為我是坐天坐地做父母的那種人 我就覺得你在三秒鐘之內不回我的微信 我就覺得你不愛我了 對不對 我今天晚上我想吃這個了 你必須得給我跑過去買 因為作為一個男生來說就平時被虐慣了 那如果說我現在變成一個女生了 那我就要行使這些權利 有男人主動過來跟我搭訕的話 我想我的態度可能會要好很多 我蠻能理解一個男人鼓起勇氣 找一個女孩子或者說是看到一個漂亮的女孩子上去搭訕的時候 他們的那種心理是在我而來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所以我覺得就算我不會給他號碼或者是什麼 但是我態度肯定會很好 我也很感激他能這樣做 就是看看韓劇啊看看言聽小說 作為一個男生看這些東西的話可能會比較不好 但作為一個女生的話好像可以名正元正的看這些東西 當我是一個女人的時候我擁有這樣的一個身體 我知道我自己的身體的機能 想要告訴我什麼是性感的什麼是愉悅的 作為一個男生特別會把女性的外表啊特徵啊和身材啊什麼 作為他一種量化的一種資本就去談論這個事情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你那些要求都可能轉化到你自己身上 這個時候我就覺得會有點害怕會有點恐懼 作為一個男生其實我覺得我的父母壓力挺大的 又要買房又要買車 作為一個女生的話也可以讓我的父母壓力減少一點 這點的話我會非常樂意 作為一個男生來說我肯定是能夠接受婚前性行為的 自己爽到的同時而且其實女方也是樂意的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我變成了一個女生 那我覺得我肯定是不會接受這種婚前性行為的 這種神聖的一刻肯定是交給我的那個真命天子的 萬一不小心中槍了呢 如果我是男性我在婚姻當中出軌了身體出軌 我覺得所有人在勸哪個男人不犯錯呀 然後對我的妻子說你就原來她一次吧 如果我是女的然後我出軌了但是沒有人站在我這一邊 理解我讓所有人都是把我進豬籠啊這個 朝我認識詞兒我覺得這個就很不公平嘛 我終於學會了可以假裝高成我覺得那回事非常有趣的 變女生我會擔心那個 會擔心我 比如說我男朋友會想的比較多出軌啊什麼的